而明天就是周末假日了 如果您要出游外出的话 要把握好天气的形态了 我们的气象主播宣童已经来到旁边了 宣童晚安 新话晚安大家晚安 好宣童 其实这个礼拜初的时候您有提醒 就是接近周末气温月会直直落 不过体感上面跟昨天相比 今天白天好像相对温暖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好确实 明明就说强烈大陆冷气团 影响最剧烈的时间 就是在礼拜六 还有在礼拜五的这两天 今晚明晨最剧烈 但是呢 礼当礼拜六的白天也要蛮冷的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温度分布图上面呢 昨天的温度台北地区14度 中部地区17度 南部地区20度 但是到了今天的同一个时间点 一样是中午时间 北部地区台北有来到16度 中部地区21度 南部地区23度 都高了大概2到3度左右 最主要的影响 就是因为昨天有下雨 但是今天没有下雨 所以整个云层呢是散开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卫星云图上面呢 在昨天的时候 云层几乎从北到南 上空都覆盖着厚厚的一层 所以即便没有下雨 多云的情况之下 这阳光上来 太阳上来的时候呢 这阳光照射到地表的几率 有 但是呢 不多 所以它释放能热量的低 几率就会来的比较低 但是呢 到了今天的下中午的时候 你会发现整个云层都散开来了 所以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呢 照射到地表 地表就开始升温 温度上升的幅度就比较多 所以今天你会觉得在白天的时候 感觉很像还有一点点的暖 但是这暖是真的吗 你看到阳光了 你出去在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我也是因为看到阳光 所以走出去穿成这样 但是会觉得有一点冷 因为实际上的温度 就只有14、15度左右 所以感受上还是一样 蛮凉蛮冷的 我们要特别提醒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没有阳光的这个时间点呢 温度还会再下降 所以以今天来说 白天的高温 虽然有来到16、17度在北部 但是呢 入夜之后 这温度就降到了12、13度 在北部地区 所以还是要提醒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依旧是这一波 强烈大陆冷气团 最强的时候 早出门的 还是要把衣服穿的多一点 穿的厚一点 亲话 好的 我们线下的网友Alex也说 今天这个很温暖 X-Man也说要来了吗 没有错 我们气象贵公司 我们宣童就已经来 我们留言区已经都是 满满的一亿亩校 要给这个宣童来鼓励啦 不过呢 真的不要被太阳骗了 因为接下来冷气团 还会持续发威吗 到底最冷的时间点 会冷到什么时候呢 好 我们刚刚说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是这一个 强烈大陆冷气团 或者是寒流 它最强最强的时候 这温度低 会低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 就是整个西半部地区 北部地区都要留意 当云层散开的时候 辐射冷却效应 在早上有可能会来到最强 所以在北部 确定 有可能会有几率出现 10度以下的低温 在9度左右 当然局部空旺处还会在的更冷 像是在竹苗 彰化地区 又或者是在桃园的新屋 这沿海地区呢 你感受上也是非常的强 冷空气南下的过程 风也很强劲 体感温度 当然就会来的再更低 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的低温 也只有12到15度左右 那么我们就来看高温了 因为明天白天 太阳升起的时候 这云层相对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在中午之前 温度会上升 预计北部地区高温有机会来到19度 甚至比今天的白天 温度都还要来的再更高 但是中午之后 有华南水汽移到台湾上空 所以呢到时午后云比较多 这个温度呢就会慢慢的下降 尤其当这傍晚的时候 温度会再度的往下跌 会不会跌到9度左右呢 不会因为最冷的时间 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所以在明天的晚上温度低温 大概北部地区是来到10度左右 而在中部地区13度 南部地区可能有来到16度 比明天早上是来的高一点点的 但是高也就只有高1到2度而已 但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 在天气的部分呢 整体上来看还算不错 跟今天一样 只有在迎风面地区 很零星的短暂阵雨 在花莲的山区这里 或者是在中南部的山区 但是呢其他各地都是维持 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新华 所以今天呢真的相信跟宣童一样 被阳光骗的人还不少 像李麦克前瞻思维就说 下午被太阳骗去海边看夕阳 动到现在才回到家 那霹雳一想要说 有问题要跟我们来提问 他说到底要看55台 第4台的TVPS比较好 还是看YT的比较好呢 宣童你怎么看呢 最好就是电视你可以打开N台 然后网路的iPad拿出来 点开我们的YT直播是最好的 两个同时支持啦 对没有错 这个小孩子才做选择 大人当然全部都要 而且同时宣童呢 在我们的Facebook 还有YT的频道呢 在每天的6点钟的时候 都有气象站哦 这是宣童的solo节目 大家也要多多支持 不过最后一个问题 想要继续请教宣童 周日算会回温了 但是这回温的时间 是不是不会持续的很久呢 好确实我们带大家来看 未来一周的温度趋势图 在白色地区 白色的这一条线是北部地区 红色的这一条线呢 是花东地区 蓝色的这一条线是中南部地区 在礼拜六的时候呢 大致上温度跟礼拜五差不多 但是到了礼拜一 你会注意到一个蛮奇特的 就是它冷气团虽然是减弱 但是蓝色地区中南部温度 怎么反而下降 就是因为华南女区 有一波一波的移入关系 所以在中南部的云顺来的比较多 所以它的温度就没有办法再度的回升 但是如果以北部地区来讲呢 它其实在高温部分 确实是有上升个一到两度左右 而且减弱之后 下一波冷空气来之前 会先经历一波封面 这一波封面呢 水气变得比较多了 整个云层是比较厚一点的 所以温度又会大致再减个一度左右 所以以礼拜日到礼拜一的时候 你会感觉很像温度又再更冷一点点 就是因为体感温度湿 而且风也比较大 而且加上冷空气也准备要南下了 但是在下一波的冷空气 南下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中南部地区的高温反能上来了 就是因为下一波 我们目前预计它是来到了东北季风的等级 也就是台北市的侧站温度 大概是落在14度以上 所以它能影响到的只有在北部地区 中南部只有略微的凉 但是呢实际上感受高温没有办法去撼动到它 所以在中南部的温度反而是上升的 但是北部地区 滑东地区的温度就是在下降 但是最低也不会低到14度以下 但现在也不排除下一波的冷空气呢 它是东北季风逼近到冷气团的强度 而至于很多人就在问说 下一波的冷空气 跟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一波冷空气 到底哪一个比较强 以目前的各个国市的模式预测来看 是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一波比较强 下一波呢 它是东北季风到冷气团的程度 所以低温也就只有在14度以上 徘徊不会到特别特别的冷 而且水汽部分呢我们也带大家来看 在未来几天相对的雨势都是比较少的 只有在礼拜一的时候你要注意 在礼拜一有封面要通过 所以整个中部以北的降雨几率会大增 不止迎封面地区东半部地区 但是在中南部地区 虽然没有显示定量降水预报的这个颜色浮现出来 但还是要特别提醒 因为这时候是多云的状态 所以平地可能也会有偶尔的飘雨 但很快的到了礼拜二到礼拜四 这降雨就趋缓了 下一波的东北季风或者是冷气团 它是比较偏向于干凉干冷的天气 比起来是比这一波来的再更舒适一点点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 因为现在在3月还是有机会 未来有冷空气南下 提醒大家这冬天的衣服 不要把它全部都收起来 新话 好 宣童的温馨提醒哦 看到阳光的周末的话都是骗人的 温度还是会比较低 而这一波冷气团一波接一波 下个礼拜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寒的准备哦 那我们也谢谢宣童 祝福你有愉快的周末假日了 谢谢新话 谢谢大家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话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